巴士座位新設計 有網民說坐到腰痠背痛 實情是否這麼誇張? 蘭厚呂麗堯公開曾被教練性侵 引發MeToo行動全港蔓延 受害人紛紛挺身發聲,指控罪行 當中一指一擂,馬上通脹細亡 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章西望 最近我們香港超越了日本 成為全球最長壽的地區 日本一向都是長壽大國 他們的媒體也要反過來香港 研究我們的飲食餐單、飲食文化 還列出香港人的長壽餐單 看看跟你們相不相似 例如他們說香港人起床時 喜歡喝一杯暖水 也到處找到涼茶泡 喝一杯涼茶、龜苓膏、清黑熱 冷的時候又會吃蛇羹、暖隔肚 加加密密就長壽 對,我身邊的女生朋友 都很懂得養生 又不喝生冷的東西 另外也會約在一起做瑜伽運動 我自己也會沒有病、沒有痛 都會在中醫裡把蜜袖 喝中藥來調理一下身體 我自己很著重喝老火湯 有時吃無定時 但喝碗家裡的美食湯 也特別重要 不過有網民說笑 現在香港我們要供樓 好,真的要長壽一點 香港人除了供樓辛苦之外 另外坐巴士也說會越坐越累 真可憐 巴士迷期待已久 新一代巴士終於粉脈登場 面世了半年 目前只提供有限度服務 換上紅色新衣,電力十足 比較聰明 新潮汁的款式比國時的款式更有眼 外形聰明了 座位亦換上朱古力色 不過有聲音說身在椅會坐得人腰酸背痛 乘客怎麼看呢 舒服一點 不過是窄了一點,會窄一點 座位距離窄了 就要學他們坐得直直 如果你自問擁有一雙長腿 就要像這位仁兄般 拉大雙腳才夠位坐 新巴士、新設計 以背獅子形 頭枕三角形 乘客又覺得舒不舒服呢 夠高的話,會怕傷 但現在不夠高的話,會怎樣呢 好,縮低一點吧 有隻醫透露 頭枕本身有承托頸椎的作用 不過新巴士的設計 可能有反效果 這個新巴士的頭枕 設計好像三角形 沾了出來 相對來說 比以前的巴士頭枕設計 好像比較厚了 那就更容易導致 乘客的頭會更加向前傾 如果這樣的話,乘客會覺得頸 會很累,會不舒服 他很自然可能會坐得比較前一點 當他坐得比較前一點 即是說他的腰和背 是不會貼著椅子 坐長途車就特別容易累了 說到C字形的椅背又怎樣呢 包住相對是一個保護性的作用 如果有任何意外發生 他會有相當的保護作用 但是你看看他向後彎的弧度 其實會將人坐在那裡 會將人擺在一個C字形 其實在這個C字形的狀態下 腰的受壓就會比較大 所以最好在腰部 如果有一個向前彎的弧度 貼著腰部 相對來說 會令乘客坐得更加舒服 近日內地就封傳了一條片 就看到一個航空公司的空姐 將14個飛機的餐盒一致地排開 還要每個盒盒吃一口 有些人就擔心 究竟機上的乘客是否在吃口水尾呢 有關的航空公司 就說那些是派剩的餐 不過怎麼說呢 空姐也不對了 因為沒有按公司的規定 去處理乘食 所以都被罰停飛 有些網民都覺得 同情他的話 其實他是不是太餓 刑罰會不會太重 但是原來他把這張照片放出來 就是為了欺騙賞 14個飯店不夠欺騙賞 不夠壯觀 我們公司放盤菜宴就厲害了 放了兩天, 非常厲害 好事自營 好… TVB50周年上下一心 昨晚舉行職藝園聯歡晚宴 台前幕後, 齊齊吃盤菜 晚會上更公佈萬千聲輝何台慶 是2017年目前為止 最高收視的節目 謝謝各位觀眾支持 我真的要聰明一點 我們這個盤菜宴的確是酒味菜王 大隻公司想利用這個機會 是多謝大家 由年頭到年尾 年中無憂所付出的努力 我們希望大家今晚 是一個愉快的晚上 昨晚除了有豐盛的盤菜 還有BigBig Channel抽獎送禮 為各位加送 不少藝園朋友成為幸運兒 有些甚麼? 有… 金吉 是 有… 金吉 這個 很關心, 很多房子都可以加送了 五十周 會否說兩位 其實在往年有沒有試過 一起坐在這裡一起吃還是怎樣 在往年我們是坐… 今年阿姐說不如站在這裡吃 真是… 昨晚除了有好歌廳之外 還有抽獎環節 有份出席的藝員也把握機會 為接下來的頒獎禮鋪路 陳記拉票 其實我們今天打算來拉票 所以我們打算拉修哥這一票 再買羅蘭姐一票 其實我最有信心 就是我們胡雪八讀會真情假期 其實今天就是來吃盤菜 總之開心就可以了 對 你也快點吃, 不要做訪問 先吃一點吧 來, 先做魚蛋 吃雞吧 有份國族事後的阿田上到台 竟然落力為何遠東拉票 感動得齊齊包哭 東東真是一直是一個 被人忽略的演員 這次的龍馬實在是真的很好 我很希望我可以親眼看到 我弟弟, 何遠東獲獎 感到感動嗎 我沒想過他會說話 你不能叫他說 剛才我自己說的時候 我都覺得慘了 他提名, 我比他還哭得更厲害 我覺得好像不太好 是呀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於一個演員 無論如何都好 是一個真是一個很好的鼓勵 所以… 謝謝 加油 真的很熱鬧 剛才我在進來做直播之前 都在外面吃了一口頭頓的盆菜 今年是五十周年 所以特別加料有鮑魚吃 希望大家吃完盆菜 就賺到盆滿撥滿 說到熱鬧 接下來香港大學都會很熱鬧 因為就會有一個 駐管治療犬的計劃 在未來兩個星期 都會有狗狗職員陪大家 狗醫生聽得多了 治療犬有什麼功效呢? 其實也是陪師生玩一下 舒緩一下他們考試期間的壓力 如果娛樂圈也有治療犬就好了 因為大家可以這麼辛苦工作之餘 也和大家放鬆一下心情 相信如果有的話 以肯的幾位朋友一定會非常喜歡 最近Sammy鄭修文 經常都瀑瀑瀑瀑瀑 但不是為了工作 而是因為她的十三歲愛犬 Lucky病了 不過這日Sammy出席開幕活動的時候 看到她又說又笑 不知道是不是Lucky已經痊癒了? 痊癒了很多 住了醫院整個星期 加上藥似乎很快有效 終身入逼 現在開始再幫她做一些針灸 現在回家的狀況也很好 雖然Lucky已經痊癒了很多 但將愛犬當作子女似的Sammy 仍然是心掛掛的 心態上確是有點擔心 因為她畢竟這麼大年紀 突然那天病得那麼緊 我們又不知道有什麼事 不過還是要交給上天 不過不要以為Sammy只是愛狗之人 原來她也是貓奴 我當然希望Lucky 我們盡量會進去 對,你會看到牆壁似的 不過我不介意有多些貓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貓 我不介意把家裡變成貓樂園 潮媽Kelly、陳惠霖 經常把兩個兒子掛在嘴邊 想不到這天的話題 竟然長遠到說兒子的終身大事 兩個兒子,十歲還未夠 Kelly已經未語籌 說要替姊姊選鑽石 送給未來媳婦 現在我家裡有一隻鑽石的戒指 就是我結婚的時候 想著如果兒子結婚 還是送給媳婦,對吧 但還有一個兒子,對吧 還有一個兒子,你也要賣給他 等到他結婚才買 我想價錢就升到… 不知哪裡 對,我想我也買不起了 現在好,快點物色定 不過原來Kelly這麼早想定 是事出有因的 小兒子超級受歡迎 因為男生喜歡跟他玩 女生也喜歡跟他玩 反而大兒子只喜歡跟男生玩 對,所以小兒子… 會否先拍拖是他,也不奇怪 我不知道,因為他已經有 那麼多社交經驗 由這麼小已經開始 可能他會遇到女生比較輕鬆 但要做到兩個兒子的未來媳婦 首先要過了Kelly這一關 我心裡是雍容華貴 又漂亮,又氣質 出來的孫子也很漂亮 想這些無謂的東西 我想每個人都是這樣想的 不過出來的效果應該是兩樣東西 組合Seo Star成員安仔唱歌 就誰人都知道 但原來他是護理學畢業 這天他以校友身分 出席大學校慶活動的時候 就透露自己沒有後悔放棄做男戶 走去做歌手 也有掙扎過的 但當時實際遇到一個年輕人 但當時已經成立了Seo Star 他也知道有Seo Star這對 他跟我說 其實你們發展也算順利 你不要等到像我那樣的年紀 你才跑去唱歌 他這句說話就… 那一刻就覺得… 好吧 而今晚Kelly一身華麗 裝扮出席活動 還上台獻唱 還有兩個星期生日的他 就打算趁生日期間 讓自己休息一下 他就這樣說 工作量很大 每天睡醒就做事 每天都工作 所以還沒計劃如何去玩 打算沒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平平安安 因為他真的剛剛很平安 對… 蘭後呂麗堯公開曾被教練性侵 引發MeToo行動全港蔓延 受害人紛紛挺身發聲 指控罪行 當中一指一類,下一節東張細亡 Metoo行動令社會更加關注性罪行的問題 紐約更有議員動議 要加強公營機構性騷擾個案的罰則 他們覺得如果機構長期有性騷擾事件 政府應該停止對這個機構的撥款 直到情況得以改善為止 在香港,性侵犯的個案亦越來越多 其實我們看到昨天 法庭審理了一宗 懷疑有乒乓球教練性侵犯學員的個案 雖然受學者非常不開心 但也希望大家可以挺身而出 問題就會得到證視 我被我的前教練性侵犯 上星期香港難後呂麗堯在社交平台 刺激十年前被中學田徑教練性侵犯 成為香港MeToo運動的第一人 她的行動得到大眾支持 如何保障性侵犯受害者的身心利益 亦受到廣泛關注 呂麗堯事件引發社會極大迴響 亦令不少受害人勇敢、堅強站出來發聲 這件事我說出來的事是二十年前 我很希望鼓勵 如果真的身邊遇到這些事發生 立即去尋求幫助 二十年前,一段被人性侵犯的經歷 令張文慈變成別人眼中的壞女人 從此身心受盡壓抑 今天她終於可以堅強地 當眾說回當時的情況 以及往後的艱難歲月 我記得這是我十多歲的時候 當時回暑期工 我在工作裡認識了一個男同事 我們一起去吃飯 但當時不是男女朋友 不是我一個 我還有一個女生在一起 吃飯時,就在飲品下藥 到我起床時已經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而且耳朵和身體都流血 事情發生之後 文慈第一個感覺是害怕 而且很想即時離開現場 為甚麼當時沒有報警 或者有否告訴家人 當時沒有報警 更加沒有想過告訴家人 因為我覺得糟糕,糟糕 告訴家人,很害怕 會跟朋友說 但幫不了甚麼 我只可以做的是不再見那個男人 當時我覺得 但其實我很害怕 很多人都會在那個時候 有很多事情想到 報警不是會被人試 報警不是會被人知道 否則很醜 我想會不敢跟別人說 這件令文慈覺得羞恥的事件 一直隱瞞到他入行 直至有一次無意中向記者透露 誰知道報道一出 隨即被人戴上有色眼鏡對待 我完全不敢出街 我覺得這件事很醜 因為當時可能很多新聞出來 很多人會覺得 你為何用這些來做新聞 然後很負面 我覺得自己很醜 我覺得最難面對的是… 面對家人最難 當時報道他被性侵所用的字眼 到今天,他仍然沒勇氣說出口 說真的,如果你要我說這兩個字 我會覺得很噁心 就是說被人迷什麼的字 我現在是無法面對的 所以我想我會用性侵犯來認不認好 我會覺得心比較舒服 還有就是原來在娛樂圈裡 原來你要說性的話題 例如你說被人性侵犯 是會背負多一重壓力 一般人不太容易接受 那時候一說完 就被以前的舊公司雪藏 然後我拍一拍 所有角色都抽起來 還有記者衝向我繼續訪問 我沒試過,而且我很害怕 這些遭遇了一次加重她的精神壓力 幾乎去到崩潰邊緣 我其實一直都放不下 我只是越來越封閉自己 我到後期… 我到三十多歲的時候 我已經到達人有點抑鬱 而且我不知道是否算是躁狂 我到達人…我耳朵有紋 然後我要大喊出來 我到達人的情緒有點控制不了 睡不著覺,很不開心 文慈和呂麗堯的經歷 只是冰山一角 性侵犯的魔爪其實無處不在 在今年十月 連身為區議員的楊雪瑩 都慘被性侵犯 其實我在樓下買外賣給我的同事吃 我在等外賣的時候 因為那條巷很窄 一個人的身位 後面有一個男人衝過來我 其實我感覺到他那是刻意的動作 不過他的處理方法 可能跟很多受害人不同 因為楊議員 但一時間就報警求助 尤其是這次事件 其實我不是給自己的情緒 有很多時間 甚至當刻發生了 我立刻在距離幾步的時候 我就在想我要報警 我要將他成之於法 相對於文慈,他經歷多年鬱結 要藉著信仰才可以重新面對自己 在七八年前,我感恩我相信耶穌 我有了宗教的信仰 我開始過人生改變 經過多次見證分享 從最初說不到一半就大哭 到完全可以說完 他覺得自己已經跨過了最艱難的時間 其實情緒真的需要發洩 你如果藏在心裡不說出來 是會在裡面生毒,生虎毒 表面是不知道 表面以為忘記了一件事 但其實是沒有忘記過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方法 我建議你們有時候可以 譬如找一些你相信的朋友 去說出來 或者有時候如果真的很嚴重的話 或是心理醫生或一些東西 都可以幫到你 不僅是性侵犯 文慈中學時期還慘遭同學欺凌 在我小時候 我也曾經試過被人欺凌的事件 我想說無論是侵犯或欺凌 其實對我們的傷害 不經歷過人是不會明白的 如果我們正在經歷 你一定要…你一定要找人幫助 你一定要找一個相熟的朋友 去告訴別人 因為如果你不發聲的話 他們會繼續欺凌你 越啞隱,施暴者越放肆 今年性侵犯情況嚴重 有團體在過往三年半 接觸到800多宗性侵犯個案 其中一半以上涉及強姦 大部分是屬人所為 在裡面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有關職場的性侵犯和非禮 從2014至2016年間 我們看到的數字上升了 近兩倍半 如果讓你再處理過這件事 你覺得你的處理方法會如何呢 我想我會暴警,如果現在再處理 起碼不要等它再害人 作為過來人 文慈有甚麼忠告 被不幸受傷害的人呢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向著標杆直跑 你一定要愛惜自己 Hadi,有沒有見過一種叫海枝鳥的生物? 沒有 那你就真的要認清楚它 因為據聞它快會被人吃到絕種 這種就是生長在青海 介乎蝦和蟹之間的海洋生物 就是它叫海枝鳥 據聞的味道比龍蝦更鮮甜 但是因為無法人工繁殖 經而越來越少 海枝鳥本身可以滑鬆和清潔沙灘 也有很高的生態價值 所以專家都呼籲當地人 不要再吃它們了 其實吃東西我真的沒想到吃得這麼刁鑽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看看氣氛 和和什麼人一起吃 好像今晚凍了 好,一群人繼續吃盆菜 看看外面的開心環境 這個特別版的50周年TBB 是否每個人都有? 除了我們的50周年KIM章 我們還有盆菜 我們想吃盆菜之外 當然就是抽獎環節 你看他… 你們期待嗎?想抽什麼? 我要抽Buddy Buddy? 我也要抽Dubdy 我要抽… 門口 要抽門口 要門口的那個 那個是不能抽的 你太貪心了 要抽Dubdy 你想要什麼?抽到什麼? 他抽到了,抽到了 我昨天請兩掌的電話 要抽Iphone 要抽 Summing Buddy呢? 我要抽上晶筆 如果抽不到,我要老闆些同事 當然,加油Buddy 因為我每一年都抽不到 這麼多年,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抽到 和阿哥那些 但好像只有四部 是嗎? 夠了,夠了… 就行了,美老爺… 那這個盆菜在前面 有沒有說想要什麼吃? 鮑魚… 鮑魚在這裡 吃鮑魚… 他還在福基 福基… 有味嗎? 福基… 福基… 可以說一下這個鮑魚嗎? 味道如何 嘩,簡直是好吃到媽媽也不認得 好嗎? 可以的… 你們整班兄弟幫在這裡吃盆菜 對啊 吃飽就進去再打 對,很快 很快 那現在開刷了好不好? 好… 開刷了,起刀… 再見… 電視廣播日限公司非執行董事 少方日華女士上個月就安場離世 她的追思會將會在12月12日星期二 上午的11點至下午5點 在將軍澳的邵氏影城舉行 追思會將不會有任何特別的儀式 參加者只需要抱著一個和好友相聚 以及一起勉懷少夫人人生日事的心情 來到就是最好的恩惠 取食者也不需要身穿素服 或者帶黑色的領胎 而追思會就不會接受任何的花圈 或者是花籃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繼續和大家東張西望 拜拜 通粉,香港人自嘗食、自喜歡 香港竟然還有一間本地製造的通粉廠 還是一個人包辦 怎樣憑個人之力 拋製香港特色通心粉 早前有人不滿 樓下幼稚園噪音大 非酒中樂界 幼稚園究竟聲浪有多吵 學校又如何防高空雜物自保 留意東張西望 明天堂